我之前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不适合上班的人 因为我不理解 那种职场当中的任何一种规则 首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都是特别的浮夸 都叫什么Stella,Emily,Crystal 他们那种名字听起来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男女主角齐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叫鲍勃 他们介绍完这个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我叫鲍勃 鲍勃听起来就像是Stella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呢 叭叭叭叭叭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哎哟小伙子你怎么称会啊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nd 所以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说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见客户子更是这样的 哎哟这是我们的项目立的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ondon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上那个总裁班 上商学院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我老板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唱歌喝酒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正在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那种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 就是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干这个的 所以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也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拓学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到时候 我白天就当着员工的面胡说八道 然后晚上下班找我吃饭 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去KTV 挥霍这些脱口秀演员 给我挣的血汗钱 然后我就把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我们也不唱歌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就让他们表演脱口秀 表演脱口秀之后 然后我就 就跟我有钱的朋友就这样说 您听好笑吗 好笑记得拍灯哦 对了 为什么 对 ف 为什么 还是